全球現場帶你來關注是美國洛杉磯 在今天台灣時間清晨 也就是當地時間3號下午2點多 發生了一起武裝截車案 而且爆發了激烈的警匪追逐 嫌犯最後是因為高速擦撞失控 才被逮捕了 我們來看當時的現場畫面 根據路透社報導了 這名男性嫌犯持槍搶走了一輛黑色皮卡車 而在追逐的過程當中 嫌犯甚至持槍開火攻擊 不過由於嫌犯是失控撞上了交通號制 只好汽車徒步逃跑 但最後還是被警方逮捕了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會見來訪的 德國總理肖茲 雙方聚焦議題都是俄烏戰爭 而白宮的發言人 在例行的記者會當中 再度被問到有關中國大陸 是否有提供致命性的武器 給俄羅斯的時候 白宮的發言人有一點點結巴 他一連三次才說出 目前還沒有看到有證據顯示 北京政府軍援二國 正前一週末 總統拜登在香港 有關於香港的部門 有關於我們的部門 有關於我們的部門 他們的部門 不是一般的一般 他們不是一般的一般 他們是一般的一般 他們是一般的一般 其实在过去一年的俄乌战争当中 美国与德国从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制裁 德国美国战车支援都有不同意见分歧 不过两人这回的公开会谈 并没有提到中国大陆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出席在印度举行的G20外长会议 其中他在一场座谈中提到了俄乌战争 他说这是一场利用乌克兰 发动针对俄罗斯的战争的时候 引发全场哄堂大笑 一起来看当时的画面 好尽管这个拉夫罗夫呢被全场笑 但是他依然是面不改色 另外他也提到了有关美国记者调查报导指出了 北西二号是被美国炸毁这件事情 他说俄罗斯不会再容忍西方炸毁任何的油气管线 中国大陆的两会今天正式登场了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记者会呢 三号在北京举行了 这是新冠疫情之后首次的实体记者会 谈到了疫后两岸未来的交流情势呢 发言人表示了 大陆方面将加强和平交流 同时也重申了坚决反对台独跟外来势力干涉 以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起来听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展30年了 应该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 也是大势所趋 全国政协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致力于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合作 我们将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的精神 坚持和平同意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行程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